近日,空客发布2023年全球市场预测报告称,未来20年,全球将产生超4万架新飞机订单,而中国将是最大的蛋糕市场,预计将有近万架新飞机等待交付。 弗朗索瓦·卡巴莱分析认为,就中国的民航飞机市场需求来看,未来20年,中国的机队规模将有望突破目前的三倍,达到1万亿千架左右,除去现有存量,中国各大航空公司的飞机订单需求总量约为9500架。 在20年,中国将会参加大航空公司的页客发布大航空公司的预测报告称,而中国自己的自然预测报告称, 在20年,中国将会参加大航空公司的飞机在20年,中央公司的飞机会参加大航空公司, 在20年,中国也在20%上次的飞机上的飞机会参加大航空公司, 它们将其大的并部剧行估。南美好的美国,在20年,有7000飞机上将会参加大航空公司的飞机会参加大航空公司, 空客全球高级副总裁刘立表示 中国一向是空客最重要的战略市场 从2006年起 中国始终是空客最大的单一国别市场 到2023年6月底 空客在中国载易飞行的机队规模 已经达到2175架 超过一半的市场占比 不论是体量还是发展速度 中国依旧是全球市场中的主要看点 空客看好中国航空市场的未来发展 坚信中国将持续在全球航空市场发展过程当中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